现在是7月上旬,这里是多伦多最大的连锁花店,Sheridan Nurseries 今天我们来看看这里的地背植物 朋友你好,我是时珍,这是一个养花园音频道,欢迎订阅 地背植物当中有很多是多肉的耐寒植物 多肉当中有很多是景天,seedum这一类的 这个seedum景天当中有很多是树植的 比如这个17块9毛9,别嫌贵啊 今天主要说植物,价钱就是供参考 种树植的景天呢,它的横向扩散就相对较慢 当然你也可以像这个时候你可以扦插,把它剪掉一半 然后插到地上它就很容易生根 像这个品种呢,它一个特点就叶子不是纯绿色 有点发灰发蓝,可以给你的花坛增加更多的颜色 这里看到了我最心爱的seedum angelina 有望提醒我,它的中文名字应该叫马尿花 我觉得还是黄金天使,听着更舒服 看看价钱14块9毛9,哎呀,还是做蹭花一族吧 这边还有更多树植的景天,seedum 开小黄花的也是景天,而且它的种子我试过,可以很容易发芽长大开花 这里还有红色的景天,这个是横着长的适合做地背 你看这里长得有点稀稀拉拉,什么原因呢,是因为缺水 缺水它就显得这样不紧凑 这种多了就不是景天了,这叫henson chicks母鸡小鸡 它之所以得这个名字,是因为它这一大朵花就是母鸡 然后旁边会生很多小baby,就像小鸡跟在母鸡旁边跑一样 这里还有红色的,你看可以把它当做吊盆来养 这里还有ice plant,不知道中文怎么翻译啊,冰花 这也是地背植物,我觉得养这种植物啊,主要是为了看花 因为它的花的颜色非常鲜艳,黄色啊,或者粉色啊,或者红色啊 它开满花的时候根本看不到叶子 再来看这边一桌子的阔叶地背植物 这边都是真正意义的地背植物都会横着长 先看看这个白色叶子叫lamium,中文应该算是野芝麻这一类的 这种地背是赏叶为主,当然它在这个时候啊,七月份六七月份的时候也会开小粉花很漂亮 这种植物非常耐阴,而且它这种白色叶子也可以给你树荫花园增加颜色 这里还有几种time摄香草,如果有选择的话,我会选开花亮的颜色 这个叶子比time摄香草更大的这个叫speedwell 它开花的时候,就这种小紫花开满花,根本看不到叶子 而且它花后开完以后和time摄香草一样非常整齐 看看这个是蒲公英吗?要是我的话就不会种这种 否则的话春天就会把它当杂草给除了 其实它开花挺漂亮的,和蒲公英有一拼 好了,几种地背植物今天就说这么多 欢迎全网搜索石真家地背或者石真家花明 希望有更多的视频你喜欢 这是一个养花园一频道,欢迎订阅,谢谢收看 咱们下次见